《暗黑旅游》 讲了什么叫暗黑旅游 《暗黑旅游》 其实这个不是我作的 其实在外国已经封行了很久了 大概从1996年开始 已经正式有大学提出这件事 它主要是讲一些去旅游的时候 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可能去走马上花看风景去电影 所谓的《暗黑旅游》 又或者有些人叫做《暗黑旅游》 其实不是的 就是去看一些相对地背后的黑历史 甚至乎很多人死过 或者很多人在那里受过苦的地方 统称叫做《暗黑旅游》 即是有些不开心的历史在后面的东西 变成一些可能历史的遗迹 或者是一些历史的 即是有些历史留在那里 那些人去参观 或者去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例如有死过很多人 有些大灾难 或者有些大的可能是一些空案 类似的那些 是吗? 给一些例子 譬如你会说是赤诺贝尔 那里核子灾难过 有些人是会看的 虽然去现在我们都知道 它那里是有少少核子的洩漏 但是也会有人去看的 例如其他很多人会说的 譬如去日本会看《原爆》的纪念馆 又或者去靖国神社 有些人是特地去看靖国神社 虽然现在我们经常都说不要去 不要说这件事 另外英国会有点有趣的 譬如你会在Jack the Ripper 我记不记得MJ之前经常说的 它会有个纪念馆在伦敦 在地下的古稿里面 嗯嗯嗯 这类就是叫做暗黑旅游了 没错 主要去的不是看它的风景 而是看它的遗迹 他们最主要的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就不是说去分享或者开心的事 其实是想警示人类 如何残酷地对待自己人 嗯 如果想收看更多精彩的内容 就上去mj13show.com 以69元3个月订阅节目重温啦 咱们先接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